这个第四个问题 这是行问训礼的时候 双手是指对齐 这个这个齐 对齐点每一间有何意义 这是讲问训下去之后 这个双手戒的这个印 这个佛家的手印 就是现在讲的手语 那么这是从古传来的 这个顶到这个眉间 你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大概现在也失传了 形式在 这从前我们哪一年呢 三十年前 1977年我在此地讲的严谨 眼培法师 有好几个都是老法师了 在一起 就谈这个问题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都说不出来 都说不出来 应该可以去考证 为什么呢 手印啊 这是密宗最讲究的 就是我们对这个事情就疏忽了 应该可以能找得到 那么通常我们这个师 和掌呢 是表示一心 这个师个指头是散乱的 把散乱的心 和成一个 这表示这个意思 所以掌一定要和得冷 不能空 空就不如法了 一定要和得很紧 有人说他这里面空的 他说要包什么东西 那你就架杂了 就架杂了 那就架杂了 是要干干净净的 是要干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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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干净的